先请您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现在是就职于Panubo 然后职位的title是DevOps Cloud Engineer 然后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 因为我们是一个乙方公司 主要就是帮甲方的客户 做一些K8S的维护和Deployment 然后之前我的本科是会计 然后后来是因为移民的关系 去了塔州做的偏远地区的190 然后从塔州回来以后 在寿司店做了两年的店长 后来感觉就是已经做到顶了 再往下也没什么好走的 正好就是当时有一个朋友 就是跟我一起塔大的同学 他是我们匠人第三期的学员 然后他就推荐我上了这个课程 然后我就是先通过入门班 先熟悉了一下吧 然后后来就走上了 就是IT这条路 明白明白 刚刚Torris说了一下 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做DevOps这条路 确实DevOps是一个高兴且不类卷的代名词 就是我们了解到不少的同学对于培训班会是有一个排斥的一个态度 那你这边说什么想要来选择报名这个培训班呢 选择报名培训班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因为我是零基础嘛 就基本上我也不太懂 然后后来就是从入门班开始 主要就是先了解大概就是如果要是想转这一行 大概需要一些什么基础知识 然后到底是从哪开始学呢 就是开始上了入门班之后 就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了之后 后来是当时有两个选择吧 一个就是走Fullstack或者是DevOps 但是就我还是觉得DevOps可能比较适合我 明白明白 因为之前也不少同学有这样的问题 咨询还是去报课 其实不管怎么样 就是根据个人目标 学习风格和资源不一样可以选择不同 有些同学会觉得自己学习的话 就缺乏指导 难以去评估学习的进度和水平 那其实报班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短时间的来 就是清晰自己这段时间该是什么 那你能够去给大家谈一下 你在这个学习过程之中的学习方法吗 学习方法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零基础 学的感觉东西好多 就有点想图快 后来是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图快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就是老想着插着GPT 就把东西往里面一塞 好像读懂了 然后就做 然后一到真做hand on的时候 好像又卡住了 后面就想着是换另外一种方法 但是也是用插着GPT 然后结合看一些documentation 但是就是属于就是慢一点看 就是每一行争取都能看懂 就是先看懂 然后再复刻撼葬上面的一些东西 如果没有看懂做起来的时候 就是比较难受 就是经常容易卡壳 然后再回去再看一遍 就等于是浪费时间了 明白明白 之前还是遇到过一些坑 然后慢慢地探索出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那你觉得就是 咱们这样的学员入门班的课程 对你而言难度是怎么样呢 其实入门班的课程 当时那几个老师和Tutor 对Tutor的影响我特别深 就是那个艾力老师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叫Alex老师吧 好像是 就是入门班 就如果是特别是针对于 像我一样零基础的同学来说 就是入门班 就是听懂 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先对大概的这些框架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可能你到时候你选 你是想要走Fullstack这条路 还是DevOps这条路来说 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 就是说如果你入门班 你觉得你已经做得很顺了 可能你就是有比较倾向于Fullstack 因为入门班说关于前后段的东西比较多 其实DevOps的知识相对来说是少一点 难度的话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循序渐进的 就是没有一上来 我当时想的是可能会很难 上来就给我干懵了 但是还好 但是入门班我还是上了两次 因为毕竟就是没有基础 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想图快就能快得了的 还是需要就是花费时间 就一点一点把它学扎实 对 然后入门班的话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 老师他的代教风格的话是一步一步带大家去许操 这样的话大家就是特别容易跟上 这个难度的话也是螺旋式的递增的 就可能入门班的话就是对你而言能够更好的筛选出 你比较适合全战还是DevOps方向的道路 对 然后就是我们了解到的话 就是一般零IT技术的学生在前期学习都要进行个适应阶段 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学了两次 那在学习过程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比较困难的地方 你是如何去解决的呢 遇到困难的地方有时候很多 有时候经常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 比如说之前好像是 是一个什么 学一个K8S里面有一个ingress engines的东西 然后当时也不知道问谁 然后就想自己找 但是就是没有找到 但是后来就是报了一个CK的课程以后 然后跟着后面学发现 好像这个路径就在这个课程里 然后后面是通过这样慢慢的学下来以后了解了 因为有时候通过Google search之后 就算你能看到一些 好像模棱两可 可能跟你这个问题是相关的 但是其实不一样 就是还是你 你还是得懂这个基础的原理 然后一步步的推出来这个root cost是什么 可能学习上最主要的困难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你搜出来的资料 和你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其实暗似相关 但是又不是很相关 就是你先得 对这个 对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框架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然后你知道你Google search 到底应该怎么样设施才能得出这个答案 可能这个比较关键 但这个应该就是自己就是多事 就差不多就应该就能明白了 反正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好的 就是那关于就是我们的课程结束之后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就是你找工作去投简历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整个过程之中心态有没有发现什么变化呢 投简历的时候 心态感觉是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最开始我没有找匠人那个简历 服务之前的时候 我大概是有投了 十几分吧 然后 只有一个面试的机会 然后当时就 那第一次面试 因为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 就感觉 发挥的好差 就screening发挥的好差 然后 因为junior这个岗位 相对来说就是 分多周少吧 因为不管是你是在seek上 或者是link in 或者是你去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你通过他们那个career的那个链接进去申请这个职位 其实那个你能看到那个跟你一样的竞争者是非常多的 经常一个junior岗位能有几百个人跟你一起投 就这个时候简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刚开始投的时候跟hr还不怎么联系 就是投完了我也不管了 后面的时候是我开始尝试在link in投的时候 比如说他有些职位 他会上面跟你写 就是你可以跟谁联系 或者是负责招聘的这个人 这个hr的link in是什么 然后我就尝试着给他们加他们的联系方式 就如果我能有面试的机会的话 面完之后我一定会问他们一些 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feedback 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容易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就是hr都是非常真实的 他觉得你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他就直接都不会理你 然后是有一些觉得你可能下一次大家 可能这个工作不太适合你 下一次大家还有合作机会 他可能会给你一点feedback 但是就是简历这个东西 这个敲门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几百号人同样的投一个职位 我凭什么要给你一个screening的机会呢 因为一个screening也要半个小时 人家也是拿钱过来上班的 就凭什么给你不给他呢 就所以简历是非常重要 是找了向人之后 后来是我又修修改改吧 就是简历我是有也有做像那种 github version一样 比如说我有一个1.1 1.2 1.3 然后根据不一样的要求 他们就我就说的是devops 因为full stack我不是特别了解 devops的话它有分不同的云平台 然后有不一样的微服务 比如说这个公司是用ECS还是用k8s 他是用Azure是用AWS还是用GCP 就是根据这样不同的一些东西 我会调整我简历里面那个skills的优先级 就是我会把他们要的那些东西先往前放 这样他可能screening的时候 比较容易screening到我 这是当时那个家人服务的那个老师跟我说的 然后就是经过这样调整之后 后来是投了有三个吧 然后就有两个面试机会 然后后来是最后是入职了这个帕诺勃 在9月份的时候 嗯明白 就反正心态变化可以很大 就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灰心丧气 就不停的问自己 你真的适合做这一行吗 是不是这个选择是错误 但我想说就是可能就是 有时候你坚持坚持 机会就到了 对 嗯刚刚你说了一个简历的问题 其实郝同学都有相似 就相同的 大家会习惯以不变应万变 但实际上去求职的过程之中 一份好的简历就是一个敲门砖 每一份感兴趣的工作都是 非常值得一份唯一的简历 就是所以就是熟读岗位接低 针对公司的需求定义简历 还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你说的那一点就是 是郝同学都没有意识到 就是主动 就主动去看 岗位接低 然后去年去HR 这也是非常关键 去询问一些反馈 可能这方面会对于 咱们今天来听的同学会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关于心态的话 确实好多同学就是 在找过程之中 就是因为岗位的数量的原因 所以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 但是就是我们在 一般正确的事情 都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灰心 希望不就来了吗 对吧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觉得在找工作之中 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劣势其实挺明显的 但是好像DevOps这方面来说 他们有一些很多东西 他们是觉得你会 但其实如果你灵机初转的话 真不一定会 就比如说Linux 这个方面 就是你的 Share Script 你到底写的好不好 然后就是一些Linux的基础命令 你用的怎么样 就可能是关于 就是很多 就是本来是 有本科或者是研究生 这个IT基础的 或者是已经从业过的 人来说 可能这方面对他们来说 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有零基础转的话 就是这方面是很薄弱 但是DevOps这个职位 就是我入职以来 我感觉我差不多是三成的时间是在 真正的写一点什么 剩下七成的时间是在与人交流 就是不是开会 就是问他们有什么需求 然后我了解到这个需求 然后怎么给Mid Level 或者是Senior Level 做一些反馈 就是大概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怎么给他们创造这么一个环境 大概是这样 就是DevOps比较多的 还是我觉得比较倾向于更多 在Soft Skills 就是Coding 其实他要求的不是那么高 就是语言打交道的 这个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沟通这一方面可能占比会比较大 那能和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你在就是DevOps面试的流程吗 就是比如说会有几个面试 会考察什么方面的流程呢 我找到的这份工作 一共是有四轮面试 第一轮是HR的screening 然后第二轮是一个技术面 然后第三轮是一个非正式的技术面 那个大概只有半个小时 然后最后一轮是一个比较倾向于Soft Skills那种吧 那个是最后一轮是一个半小时 然后他其实技术面对于DevOps来说 可能就是叫人的课程学完了大部分的问题 你都能答 他有时候会问得很深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特别重要 就反正你不会就说不会嘛 就是没必要硬着脖子说自己会 之前我是有一次面试硬着脖子说自己会 就是卡在那儿就大家都很尴尬 后面我就发现了那不会干脆就说不会 也不要就是硬着脖子往下边 就是大家都尴尬 然后而且还影响就是整个面试的这个节奏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说的比较顺 然后大家都在一个轻松的环境里面沟通的话 这样就是他们的HR或者是senior senior DevOps或者lead DevOps对你感觉也比较好 就可能这样你比较容易拿到这个工作机会 就大家聊得很开心又很顺 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技术面其实 当时我一共是加起来技术面一共是一个小时吧 但soft skills就是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是这样 那你觉得整个面试过程之中比较测纵哪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一般是说我整个面了 我一共面了四次吧 找到这个工作 就前面也有技术面 但是就是技术面是怎么说 还是我感觉问的问题差不多都是大同小异的 都是在一些网站上可以找到一些 DevOps相关的面试问题来自己 就是私下准备一下 就稍微就是不用背吧 就是你看一看就好了 然后自己心中大概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比如说问到你Terraform这些东西 然后你该怎么回答 然后问到你KxS一些基础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 可能是这样 明白 那就是刚刚也说了面试的过程 那我们就会对你这个就是找工作之中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技巧能够给到大家复用呢 找工作的方法 就是他的job description一定要看清楚 就是因为很多稍微大一点的公司 他们都会要求你写一个cover letter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用XGPT做了一个模板之后 然后就只用那一个模板 然后我只是改一下这个公司的名字 或者是他职位的title 比如说他可能是cloud engineer 或者是devops engineer 或者是platform engineer 我只是改这么一个title而已 后来就是第一次试完了之后 就感觉好像这方面也不太行 就这个你可能也得稍微改一改 就侧重于他们的job description 他的essential skills requirement 到底是什么 可能你需要把侧重点放在这个上面 如果他不是essential的 只是ideally的话 其实不用特别的在乎 然后我最后找到的这份工作 是在linkedin找到的 但是sick上我也有投 但是我感觉相比较来说 还是linkedin上面的工作机会比较正式吧 因为sick上面 我感觉有一些工作机会好像是假的 就只是hr过来就是抓人头的 就是他们没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job description 就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东西 然后也没有title在上面 然后就这种坑可能要避吧 然后有一些hr在linkedin上面会主动过来找你 我觉得就是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就是千万不要拒绝 就是跟他们联系 就哪怕他是骗你的 也跟他们联系一下 就是把自己加到这个档案里 可能之后有适合你的工作 他们还是会给你打一个电话 我后来的那个情况就是那个hr 主动给我打的那个电话 就是第一个工作大家不合适 就我也问了他一些反馈 然后他说就是可能他们有更好的人选了 那我说也OK 然后后面是他手上有一份工作 然后打电话过来问了我 刚开始我是 因为他说要很强的linux基础 我就想说要不算了吧 我觉得linux基础真的很差 后来我一想那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 还是试一下 然后打电话过去跟他说 其实我可以 然后稍微修改了一下我的简历 发给他 就是在如果有这种hr主动过来找你 然后问你说想不想要这样一个工作机会 就是大家就先找他要一份job description 过来看一下就好了 如果是那种真的是手头上有工作的 他会给你发的 但如果是假的话呢 他是发不出来的 他只会跟你说 你能不能先把简历发给我 然后给你一个邮箱 这种大概率就是一个假的工作机会 嗯 明白 就是第一个就是 还有其他的要分享的吗 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 感觉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吧 但还是那句话 就是开始简历 怎么说 一定要写好 不然真的是很难在几百个人一起竞争的情况下 能screening到你 就是起码你得先有一个面试的机会嘛 发挥的好不好 这都是后面都可以磨练的东西 但你总得先敲门先进去吧 不然一直都是在门外开怀 对 那就是人体而言 就是第一个给大家画重点 就是简历 一定要实验真的针对于 嗯 岗位接力实验认真准备 然后还有一个求职的平台 然后以及把握机会 那就是嗯 就是这些都是非常有用 非常细节的tips 然后也是大家可以找工作之中 可以复用的一个方法 提前去帮大家去规避一些误区 那下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工作感觉怎么样 拿着入职了三个月 花了多久熟悉现在工作呢 之前我们培训班的内容 学到的内容是对你 现在工作有所帮助吗 嗯 那我就按顺序一个个回答 对一个一个来 嗯 我们是因为是一个 呃 以方公司 所以就是甲方委托公司比较多 大概有20多家吧 就是帮他们维护呃 k by s 的 cluster 然后帮他们设呃 vpn 然后如果有incidence的话 我们就需要帮他们解决 然后是呃 每一个月有一周需要on call 然后 现在一个多月下来 主要还是在training的阶段 就是在了解和熟悉 就是公司所使用的一些工具 呃 就比如说就是 之前的课程里面有交到的 terraform 呃 可能是一个比较笼统的 一个框架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到了公司里面 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modium 然后就是如果要使用这些的话 就需要了解他们这些modium里面 dependency的一些关系 然后还需要自己做一些手动的修改 不然很容易会出现一些risk condition 就是这个terraform就卡在那 卡到20分钟timeout 呃 感觉 还好吧 这份工作虽然就是服务的那个客户公司有点多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忙 因为有一些大伙基本上都是立的呃 接走了 我因为我现在这个职位还是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 就是管理一些aws resource 然后简单的做一些呃 level two和level three的incident manage 所以还行 然后第二个问题花了多久熟悉现在的工作 差不多 现在我也不能说属于已经完全熟悉了就是手头上的工作 就是还是属于一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而且因为it这个行业我感觉就是这个呃更新知识的更新还是比较快的 可能就是你之前学的这个东西嗯 过一段时间就可能要换一个别的或者是说这个技术站特别多就是类似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用teleform做 你也可以用cloud front或者是用一些别的工具来做同样的工作 但是他工具不同你还是需要花时间来熟悉 然后之前培训班中学到的我觉得最有用的还是对于devops一个整体的框架的了解 就虽然是有这么多的技术站这么多各种不同的工具 但是他整个的流程其实呃都是差不多的 嗯最主要的帮助我感觉还是在你要该往哪个方向走 然后哪一些呃工具其实现在是比较热门的 就是大家就大多数人都在用可能有一些新的工具出来 但是其实学习的技巧都是一样的就也不会特别难 差不多是这样吧 我我的以我现在的感觉来说 那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是在一个呃边学习 就是边做边学习的阶段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就是充满着变化和创新 所以在之前的一个学习过程之中 还是对你现在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吧 对 好的 那就是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工作的那个daily routine吗 daily routine一般是呃早上起来先查看一下邮箱 看看有没有被分配到ticket 因为我们不像full stack那种你可以自己选一些ticket 比如说有story point有123或者5这种你一旦接了你这一周就只是做过这样一件事就好了 但是divops很多时候他没有一张具体的卡也没有具体的时间 大概就是说呃我这边来了一些什么样的需求 比如说这个客户想要加一些dns呃records或者是说他的vpn上想要加新的user 或者是说呃有一些incident发生了现在有dntime我们需要怎么样做 来查看一下log到底这个kibis的pods是dirty out还是clean out 然后再取决于他的ingress用的是哪一种 然后来就是逐步的进行排错 然后白天的时候可能到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就会一下就变得特别多 大概现在一天要开三四个会可能要有四个小时是在开会上 就是跟不同的developer组讨论一些东西 然后知道他们的需求 然后回来我们自己内部的小组在讨论怎么样完成这个需求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大概schedule到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需要通知客户就是我们要做呃这个update了 比如说我我想要把你这个cluster版本从1.24换到1.25 那么我需要你通知我需要通知这个customer 你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 然后什么时间我可以来给你做这个upgrade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呃 比较严重的incidence 比如说p1的那种 那可能就是要说小组里面的所有人都得上 可能之前上一周是有一个incidence 就造成了一个五个小时的down time 然后就五个小时我们就全部在修那个东西 差不多这个就是我的daily routine 嗯 了解了解了解 那就是那下一个问题 你觉得在工作之中有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吗 嗯 工作之中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吗 嗯 你是说倾向于我自己 还是说倾向于divops 这一整个职业框架 呃 职业还有你自己都可以 就是简单的聊一聊 嗯 对 我感觉刚入职来说 还是呃一个态度比较重要吧 就是其实他们大多数公司心里也清楚 招一个junior进来 其实他也没有指望你 就是说能做到多少 我们现在的training 第一个月的training就是比较频繁 大概一天是三个小时吧 都是一个呃呃 senior devops 一直带着我做一些呃呃 hands on 然后来熟悉这个公司运营的框架 然后就感觉可能是我态度稍微来说比较好 但我也没有说有那么积极 呃 他还是觉得就在我入职两周之后 就给了我一个feedback 就是说呃 你的试用期已经过了 就是不需要再过等到过到明年一月份 说试用期结束 就是他提前帮我把试用期结束 这大部分时间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吧 就是说你碰到了这呃各种各样的你不会解决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怎么样跟你的呃 就是带你的这个人来汇报这个情况 然后怎么样展现你自己的一个积极的态度 感觉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因为不会 这些东西我感觉真的很正常 就是你要一个junior来干一个mid的活也 非常的不随情理 就是说就还是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嘛 就是说态度好一点 然后还是要看就带你的这个人怎么样吧 嗯嗯 好嘞就是重点就是学习的态度 嗯 恭喜你提前转正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就感觉为工作当中就是也不一定非要图快吧 虽然我做的比较慢 但是如果你能尽可能的慢下来一点 多检查几遍 然后确保你get push之后 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然后你handle install之后 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感觉你可能多花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别好过 你直接急急忙忙的把这张卡做完 然后推上去 造成了麻烦 然后大家的再反过来为你擦屁股 就是可能你慢下来一点 把事情做好 可能会比较重要 对 就可能细心和稳重有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有没有考虑过未来的职业规划呢 有什么打算吗 嗯 未来的职业规划的话 嗯 先把当前学好吧 学好之后看 嗯 嗯 因为这个公司其实用的是K8S 就是还是属于当前就是市场占有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然后比较热门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是想先学完一年再看吧 嗯 先跟内部的HR讨论一下看看是说如果是我可以在交部review之后能升到密的那我就决定还是再学一年如果是不能的话那就是准备看看就市场上现在有什么别的公司可以跳槽 因为我认识的几个朋友他们都是还是跳槽就是掌心比较快 就是你呆在呆在一个地方就是还是比较难掌心 对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 然后就是可以聊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你在将军的学习的体验呢 嗯 学习的体验就是感觉嗯大部分的老师就是经验就是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丰富 然后他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怎么说感觉我因为我邻居居不是很容易跟得上 但是多听几遍还是可以 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赛老师 在不经意之间以吹牛的方式说出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对对对 那还是在还是 然后让人主要的事情还是在整个框架的帮助吧 因为DevOps的这个技术站实在是太多太杂了 就是说你可能就如果困在一个技术站里 你只想把这一点学好 那可能找工作的时候就可能有点速手速脚 因为其实大部分这些东西当你只需要找一个junior的工作来说 其实你不用学的特别深 只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当tech面的时候你能聊出一些东西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非要了解的那么深 所以我觉得将人涵盖的这个面还是还是还是比较比较广比较足的 是 嗯